畫面中可以看到現場圍起三角錐 柏油道路隆起 路面裂縫還不斷出現大量滲水 整條道路就像小河一樣 騎士小心翼翼緩慢通行 地點就在基隆市基金 離路跟北俄高的交叉路口 二十一號中午左右 發生自來水爆管意外 不僅導致地面隆起 還出現大量滲水 遠景到場後 趕緊先將道路圍起 避免後續釀成事故 帶你來聽一段訪問 自來水公司目前已經派員 將止水閥關閉 初步研判為新山水庫幹管 不過因為範圍過大 還在找破漏點才能開挖搶修 目前有三千多戶停水受到影響 詳細水管爆裂的原因違和 仍在查證當中